沒有聊四季 天天都不行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要來看羅馬人對上寶加利亞人 這場比賽是天地的阿拉克地圖 先來介紹一下黃色是選擇的羅馬人 羅馬人最大特色是他的奴炮很便宜 一台奴炮只要30塊錢 而且在點下銀罐技術之後 還可以增加奴炮的攻擊速度 那羅馬人除了奴炮之外 還有百夫長跟軍團長可以做來使用 應該是軍艦長跟百夫長 金冠是野戰軍 野戰軍可以增加騎士 還有寶兵 還有軍團長的身材效率 還有蓄氣傷害 所以讓羅馬的後期 只要打一個步兵跟騎兵 加上奴炮的策略 但奴炮來說 常常不是一個主流的打法 所以奴炮開局 算是一個很少見的玩法 那接下來看一下 對手的寶加利亞人 寶加利亞人最大的特色 是他的冰工廠 還有工廠性製造所的科技 食物肉類減半 這就意味著 他可以更早可以點下一級攻一級法 或是科技越攀越快 那寶加利亞人比較有特色的東西 是他的銀類 銀類的話只有造價城堡的一半 而且可以到處隨機槍 而且傷害跟城堡差不多 用於控土或是產他的寶兵 寶加利亞奇兵 都是相當好用的 寶加利亞人最大的打法 還是打騎兵路線 因為他有銀罐馬陣技術 那除了馬陣技術之外 也有金罐協議科技 協議科技 可以讓自己的步兵 近戰防護率到達舊防 非常坦 後期也可以轉個馬工資 來打其實沒有問題 以上就是寶加利亞的三種步兵 跟騎兵工兵的選擇 好 那接下來看一下雙放地址 目前看到寶加利亞人左邊 有塊石頭 黃金在上方 下方有個果子 看起來是這樣地址 還算不錯至少有合格 因為有三片墓區 都沒有離得太誇張遠 而且果子就在下方 然後黃金也算是裡面 因為這個算是能圍得起來 你小圍的話也是OK的 看起來至少有60分幾個 來看一下羅馬人 羅馬人的話是黃金在左邊 金華在前面 果子在後方 這個位置就有點小小的尷尬 但還不算是最正前面 正前方如果金只在這裡的話 就會很麻煩 果樹在後面還OK 所以一樣也是有合格的分數 那我最近發現了 我們在張評分地圖 就會發現其實天安天梯阿拉伯的 這個平衡度 歷前來說好上很多 我們說以前是HDE的 十代一球 大概四五年前的時候 以前那個平衡性 真的是有夠慘 力圖優劣 真的是完全隨機的 那現在決定版之後 阿拉伯的力圖 已經變得比較相對平衡了 沒有像以前那麼慘 一防好一防潮爛 就是完全的就是 逆視局吧 好那我們看到兩邊 已經差不多要來出到 風箭十代 保佳利亞人呢 是我們知名的頻道選手 MBL 聽說MBL最近已經從度假回來 所以前陣子大家都不會看到MBL的影片 因為他就是去好好放鬆一下 跟我一樣 我今天也是剛從錄影回來 但沒有想到我在錄影場地 也發現有看我們頻道的觀眾 可能是有稍微看過而已喔 就算也被認出來 而且讓我意外喔 想說用雷歐這個名字 應該不會被假認出來 結果還是被認出來 當啦 當下有點小尷尬 但那位觀眾也很好 馬上就沒有繼續提這件事情 因為我其實有點太受 被認出來這件事 好那看到羅馬人這邊前面 已經放了一個射箭場 要來走工兵開局 那主要是因為喔 這邊已經刺猴已經看到了 這裡棒棒圖了 所以這邊轉弓箭 是相當好的一個決定 好這邊看到保佳利亞人 兩隻裝甲步兵已經升為了 欸升為了裝甲步兵 欸這個裝甲步兵 怎麼會兩隻就去升啊 這個蠻特別的打法 哇直接敲破步牆 這裡來不及為好 直接被打出來 有能不能用這個肉馬去卡住村民的移動呢 沒有辦法 好至少打破兩個人 那這裡挖金礦的村民就只有一個而已 看起來還算不錯 這一步的進攻 NBL感覺做到了非常多的事情 並不會太差 好後方兩隻裝甲步兵繼續往前 好看起來這邊打得都還算可以 因為有太差 哇結果肉馬在裡面直接包夾可以圍擊掉了 好兩隻裝甲步兵 只能在旁邊打這個魔法 或是去追逐果子的村民 但是後方兩隻攻擊手已經過來了 這個只能撤退了 好這時候保佳利亞人已經轉出了射箭場 毛兵已經開始在做反擊了 好那兩隻毛兵繼續攻擊果子區 那目前看到羅馬人 這邊要來直接進入保佳利亞人的領地了 三隻貢兵直接殺掉了一隻村民 哇這個圍牆的村民來不及跑 好三隻毛兵繼續輸出 但是打得有點歪 貢兵應該能打得贏 因為毛兵還是可以有效克制對方的貢兵 好過去幫忙輸出一下 OK搞定 好那目前看起來 正面兩邊打起來是羅馬人 這邊是佔據優勢的 拿到了一村 那MBL這邊呢 應該是要來準備轉城堡時代了 那應該還會繼續按一些毛兵喔 然後再去轉下一級射會比較好 明明是保佳利亞人喔 攻防卻沒有升級 這個就有點奇怪了 哇這一村又被拿掉 哇MBL這邊雙重十五 兩個隻村民被拿得有點早 原來是兵工廠 在偷啊 他偷太多農田了 沒有早點下這個兵工廠 為了想要讓自己早點上城堡時代 結果 出事啦 家裡也來不及為家 所以現在沒有一級射 打得有點被動 OK趕快去後面挖個金礦 先點下了一級的工兵鎧甲 他知道這邊不能再偷了 再偷下去他會完全打不贏這坨工兵喔 工兵有典易防之後 就會比較好打工兵了 那個毛兵啦 因為毛兵雖然防護力很高 但是攻擊速度不夠快 不過典易防 彈度會比較OK一點 好有易防之後 就能抵擋住正面的工兵傷害了 稍微壓制回去 好這一波攻勢應該就這樣子了 那MBL很不幸的喔 損失了兩隻村民 好這邊牆兵帶走出來 又差一點要被射倒 差有一滴血 應該是13滴才對 後面的工兵稍微射了一下上方的村民 讓村民沒有正常的伐木 MBL這邊生死帶稍微有點被干擾到了 被迫被捕了第二個射箭場 大家可能認為覺得對手 有可能要轉一個 大馬暴 配上工兵 確實是這樣子沒錯 那MBL這邊也不能轉太多工兵出來 因為他這個文明人 是不能升級工兵的 工兵有點就是工兵 也不能升為奴兵 所以他這邊如果安太多工兵 會對他後面的接續 城堡時代的軍事強度會有影響到 好這邊看到已經點下了城堡時代 後方的工兵要再繼續往前嗎 好正面工兵繼續往後拉扯 好射掉了一隻肉麻 這邊出工兵的用意喔 就是要來射這些肉麻的 看起來肉麻還是做到很多事情 好毛兵有沒有繼續攻擊工兵呢 哇結果工兵一直被後方的工兵射 這樣數量有點偏少了喔 快要打不太贏正面的工兵團 好這邊再秀一下操作 唉呦MBL這邊操作秀得很不錯 有點佔局平衡了 反正是米亥這邊喔 羅馬人損失了自己的所有部隊 MBL用少量的工兵 最後解決掉了正面部隊 哇這一波打起來還算是蠻驚險的喔 差一點就要BBQ啦 這邊已經損失了三吋入後 人家還點了一個輪軸技術 經濟上來說是領先MBL這邊非常多的 好一升到城堡時代 馬上在家裡下了一個修道院 那羅馬這邊呢 決定是要來轉工兵加騎士的 黃金組合開局了 但是他黃金可能要再多挖一點 而且是雙馬就 這麼狠 而且奴兵已經升級好二級射也點了 MBL這邊點下了二級法木跟一級農 黃金開了一個城鎮中心 這邊工兵進來會有點麻煩喔 看要不要轉個工程器製造所 或是要去點個戰毛兵 這邊是他的轉折點 這邊大四槍趕快圍 當然可能快圍不好 省事跟一村差不多 好 過了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拉一隻老頭 過來招翔一下 那左邊其實還沒有圍好 瞄著 哇 這邊被溜了進來 後面的工兵 直接衝了進來 寶甲利亞人這邊轉出來的是奴炮 找到了一隻騎士 那還不錯 這邊有一個城鎮中心 稍微連防一下 好 開始串燒 往右邊走一下 看一下這邊要不要稍微圍住喔 但目前米漢沒有這個意圖 所以暫時不用去尾 好 後面的老頭越來越多 奴炮數量也來到兩台 串燒效果其實越來越好 騎士想要衝進來 有機會 來不及讀口 在後方有兩隻老頭 直接硬招 招掉兩隻騎士 奴炮繼續串燒後方的奴兵 奴兵的血量已經半殘了 OK 這邊奴炮 抵抗其實還不錯 把這個村民把自己圍起來了 呵呵呵 好 這一波抵抗 算是MBL有做到一些成果 但這一手也轉出了3TC 準備轉容了 但兵也是繼續錯 但轉出來的是老頭 呃 這個清奇兵喔 要來準備 準備來針對老頭 好 那目前MBL這邊打法 還是比較偏危險的 因為他是用這種比較被動性的單位喔 去做防守 好 那兩TC補下 銀雷補在自己的黃金位置 好 這邊騎士直接上前 後面兩隻老頭 遭翔開始 但是大肉馬也過來 但是這邊MBL完全沒有抵抗大肉馬的方法 哇 這個肉馬衝進來 直接 讓這些聖女沒有工作可以做 哇 結果老頭還被靠掉了一隻 好 這邊沒有老頭的干擾 這邊騎士就可以直接在農地裡面打個一波 這邊趕快收村 老頭一被放出來 又要被打 又再收村一次 好 看起來還行喔 這一波沒有到非常受傷 MBL的村民還是暫時領先的 好 這邊再稍微補一下 後面的騎士 但這裡有更多的弱馬 加上騎士走了進來 而且工兵已經騷擾到後方的墓區 這邊村民稍微放去 對面 去防個墓喔 不要再放在裡面喔 好 這邊騎士再次上來 肉馬上前 但是保佳麗亞騎兵已經出來 稍微打下肉馬 其實效果還不錯 但老頭有一隻來不及抽進去 被擊殺掉了一隻 但是米亥正面的部隊已經損失殆盡 只剩下少量的奴兵 好 結果羅馬人這邊打算要來蓋一棟城堡喔 媽 還是集結點 用錯了呢 因為他石頭都沒有挖 結果拉了一堆村民喔 再往前喔 這應該是集結點射錯 可能要射這個馬舅啊 或者是工兵的集結點喔 結果按到承證中心喔 結果承證中心的村民一出來就往前衝喔 哇 這個經濟效率喔 讓羅馬人這邊稍微受傷了一下 但還好羅馬人有這個 資源採集有5%的效果 還有建築修理喔 這5%的加成 所以到了後期喔 經濟不會太糟 反正是後期經濟會越來越好 所以這邊拖越久 越對保加利亞鼓勵喔 保加利亞來說 他算是一個零經濟加成的文明喔 所以要打出經濟優勢來喔 其實蠻困難 老頭第一時間被點掉 可憐 好 毒泡串燒 再串一下 必須走位 這根城堡會蓋到頭破血流 好 少量的保加利亞騎兵再往前 這邊村民想要繼續蓋 這邊工兵繼續點 等拖多少村民就拖多少 好 保加利亞騎兵往前繼續尻 流星錘敲了起來 後面騎士繼續追趕 這邊羅馬完全打不定 正面的黃金兵總部隊 好 這邊看到保加利亞騎兵繼續往前推進 好 這邊看到保加利亞騎兵繼續往前推進 好 後方的老頭 繼續拖翔 好 目前看起來羅馬人的經濟已經反超了保加利亞這邊 目前村民處差距約為四村喔 好 這邊流星錘開始打起來了 但村民處來說還是稍微有點落後 MBL看要不要再補下第三個城鎮中心喔 雙TC Canon來說還是沒有這麼的有效率 但是他也可以藉由自己強軍師一直瘋狂往前推 讓對抗受傷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好 這邊決定要把銀雷插在這個墓區的位置 並沒有要來直接正面生差 這一塊城鎮中心 他可能覺得自己的正面軍略有可能會打不贏 好 果然騎士在前面直接抓到了保加利亞的銀雷 但後方有三隻老頭 可以著想 這邊可能會硬打喔 但是保加利亞這邊銀雷快要蓋好囉 快50%了 但村民處還沒有到非常多在蓋 後面有兩隻在發呆 拉了幾隻騎兵去打後方的 老頭 結果老頭沒找到多少隻就被擊殺掉了 MBL這邊繼續補下了更多的兵 然後這邊銀雷來到60% 結果村民處只剩下兩個人在蓋 後面馬上補了一個城堡 這個銀雷沒有插起來 MBL會很傷喔 損失這麼多村民又損失了200多的石頭 這個抵抵折跳看來只能拿到不到100石頭了 然後這邊又損失了非常多的騎兵單位 哇 MBL這波 血虧 好 村民差距被明顯打了出來 101吋對上81吋 村民大約差距20吋喔 哇 這個就很慘阿 你只要往前壓寶 結果軍力還打不贏對手 然後這個就是會引來GG的轉折點 這個可能是伏筆了吧 好 目前看到羅馬人 這邊開始慢慢轉出了更多的村民 騎士有再繼續出喔 百夫長卻沒有 好 MBL這邊轉出了馬凳 馬凳技術補下之後呢 保加利亞騎兵跟騎士喔 都可以有這個攻速的加成 這也是遊戲裡面有騎兵攻速最快的文明喔 好 這邊流星鎚 繼續抵抗 但是有點快要打不贏羅馬人了 羅馬人這邊雖然3TC開用4TC呢 也沒有忘記要去補老頭還有騎士喔 所以正面上來說 還是打得贏寶加利亞這邊的喔 那寶加利亞整次送了更多的 寶加利亞騎兵過來 都是有點臨散喔 大概多限殺了喔 那確實上也是有打到一些村民喔 但是效果並不是非常明顯喔 原來米亥這邊的反應也是相當迅速喔 好 這邊躲了一個城鎮中心 右邊插了一個營淚 MBL真的是非常硬要喔 好 正面看起來 寶加利亞騎兵一直在往城堡 跟城鎮中心送的關係 數量已經開始有點起不太來了 然後MBL的資源已經用到非常極限 沒有三位數的喔 木材 黃金 木頭 食物都沒有 太慘了 後面這裡有一隻騎士 也偷到了後方 少量的MBL村民 村民差距約為30村 越差越大囉 好 那這個銀類喔 要記得Deleter 不然要送掉了 好 這根銀類插起來 稍微傷到了一下這個城鎮中心 還是現在羅馬人的村民座 已經要接近150村了 其實沒有必要 再去按出更多城鎮中心來 所以這個就算射掉 也不會傷到羅馬人的經濟 好 左邊 寶加利亞騎兵 硬尻尻一下 沒有要直接拆城鎮中心 這個數量要拆好像有點困難就是了 到後面MBL圍資源 也是蠻快速的 三隻村民被圍了大石牆 保在裡面 好 正面的部分 結果是羅馬人正面 直接硬撬了一根城堡 想要來壓制寶加利亞的正面 那寶加利亞這裡 是沒有打算要來升到 帝王斯坦 反正是爆出了更多的寶加利亞騎兵 繼續往前 這裡用衝車頂掉了這裡的大石牆 讓裡面的村民 一直被寶加利亞騎兵給騷擾 要目前這個情況來說 羅馬人還是有相當大的優勢 即使寶加利亞這邊 繼續往前推進 還是不會受到太多傷害 自己趕快展出一些騎士或是老頭 就可以擋下來 反正是村民差距 會讓這個時間越拉越長 讓寶加利亞人這裡越來越劣勢 當然也不能說寶加利亞人這樣做是錯的 因為畢竟你已經 進行輸的情況下 你再繼續跟對方弄 是沒有太多勝算的 所以你還是要爆出更多的兵 繼續騷擾 假如打出一個破口 或是一個轉機點 你就是有機會可以逆轉 那現在要打出這個轉機點跟破口的話 可能還是需要一點經驗跟判斷 還有這個時間點 什麼時候該衝什麼時候該退 這個要有點困難 像這個情況 這麼多的保加利亞騎兵都已經殘血了 那現在該怎麼打的也是個問題 到處都是城市中心 那MBL這邊村民數已經慢慢追了上去 107吋對158吋 但村民數還是差距越來越多50吋 米亥這邊村民是怎麼樣啊 按到160吋了 米亥現在這邊的想法 就是要趕快升到200P 但...沒有按百夫掌有點怪怪的 兩個城堡可以稍微按一下 還算不錯的 好 這邊是想要先存一下地龍師帶 好 這裡跟著保加利亞騎兵繼續來騷擾 好 MBL 這邊看起來正面...沒有辦法可以撿 那...只好打側面 那目前來說保加利亞這邊騷擾的策略算是一個正確的選擇 被劍已經農輸人家了 打強軍師是OK 但這邊這個城堡還是要解決 這個問題不解決 打尾黃金被挖光會很難受 只剩下這個眼睛而已了 主機已經剩挖到剩一個 自己的附近也被要挖掉 好 這時候羅馬人轉出了重裝長槍兵 轉個槍兵路線 對保加利亞人來說並不是非常受傷 因為他自己本身下馬之後是步兵屬性 招牌反擊一下重裝長槍兵是沒有問題的 但後方的箭矢傷人還是有點痛 好 NBL 自己發現黃金很快不夠用 在上方開了一個新的城鎮中心 好 我們稍微快進一下 看一下羅馬人帝王時代會怎麼打 保加利亞這邊瘋狂暴兵 雖然確實有打到一些村民 急殺掉了大約20村左右 好 這邊看一下正面 一升到地龍時代 羅馬人直接轉出了重裝長槍兵 還有三級的馬拉開 好 先提升防衛力 這樣正面衝鋒的話 受傷程度會比較小一點 好 這邊還插了一根劍塔來扣木 這麼開稿的 好 保加利亞騎兵繼續出 那目前是城堡打帝王 好 但重裝騎士還有20秒 這邊NBL要盡可能去消滅 對方重裝騎士 不然這個數量一多起來 待會一波重裝騎士灌進來了 他在保加利亞騎兵可能會打不太贏 那這波交換來說我覺得非常正確 OK 換掉了非常多重裝騎士 那目前羅馬人的重裝騎士只有五隻而已 那這裡就可以考慮 要不要轉一些槍兵之類的 去抵抗一下對手的重裝騎士 因為再繼續轉出保加利亞騎兵的話 雖然正面上來說可以稍微扛著做 但是會沒有未來 因為戴回黃金一定不夠 上地龍時代 但依舊是城堡打地龍的情況 是不太可能取勝的 有點算是慢性死亡吧 畢竟沒有黃金真的是很難受 哇 這個黃金真的是被挖光 尷尬了 MBL 好 這時候MBL點下了手推車 左邊這個黃金不知道有沒有看到 有看到的話 他應該還是有機會的 好 劇情偷吃力已經開始出來 但是沒有第一時間是拆正面的城堡 而是先拆掉右邊的銀類 然後右邊這個城市中心應該也是要等到先拆掉 那他的野金被挖 羅馬人應該也會覺得WTF 對不對 好 這邊拿了一些保加利亞騎兵 直接往前 後方的保加利亞騎兵繼續互打 哇 結果馬戰技術太強了 攻速太快阿 結果正面的重裝騎士有點扛不太做阿 好欸 這個保加利亞騎兵就是這麼的猛 哇 這一波MBL打得非常精彩喔 確實 沒有捨棄喔 這個保加利亞騎兵喔 轉出更多的 這個 騎兵單位喔 去做正面互打 城堡打地王 可以打到這樣子 戰鼓其實很不錯了 好 這邊再繼續挖黃金 左邊的黃金也找到了 他木材有點爆喔 肉類有點多 不是肉類喔 木頭有點多 好 看要不要買賣一下 或是大爆撒農田 都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這裡不然要不然就是挖個石頭 去把石頭賣掉 然後去轉帝王時代喔 這也可以考慮的 那如果現在這邊停兵的話 正面的騷擾就會不夠 待會羅馬人家裡所有的步兵喔 跟騎兵喔 就會衝到MBL家裡 所以這邊把兵喔 持續繼續往前送 是很重要的 但是要送什麼兵過去喔 也是一門學問喔 現在如果送槍兵進去的話 人家有三級供喔 送中槍槍兵也打不贏對手 所以這邊羅馬人會比較優勢一點 而且羅馬人本身的步兵防護力喔 是雙倍的 所以他的長槍兵喔 照理來說喔 也是會比保佳麗亞人的防護力喔 還會再更高一點 好 這邊保佳麗亞人 果然轉出了重裝長槍兵 好 三台軍運投擬 開始往前了 果然羅馬人 把所有的兵往前送 這時候MBL就會很難受了 不知道該怎麼打 而且左邊我一匹肉馬 已經衝了進來 這邊轉了一些馬舟 但對手也是非常機靈的喔 蓋了一個城堡 現在要來守住這塊黃金 看起來也沒什麼太大問題 正面則是有大量的羅馬 衝到了MBL家裡 被迫 轉了一些兵進來 而且羅馬人這時候 集兵也已經升級好 長槍兵也點下 支援量跟MBL這邊天狼地別 哇 後銜的羅馬人 經濟實在是太好了 有夠發大財 支援量很誇張 基本上都快有多四位術了 OK 終於點下野戰軍 喔 這邊點野戰軍 發現MBL拉了一堆起兵衝過來 拆掉了一個巨型投資機 但家裡持續依舊在BBQ的狀態 更多的級兵衝了進來 MBL現在要打級兵喔 基本上沒什麼太大的辦法 只能轉出這個雙手劍兵喔 出來打 才有可能打得以這些 好 級兵 當然轉馬功也可以喔 但現在轉馬功不切實際喔 支援量來說 不太可能可以轉出大量的馬功 馬功需要數量夠多才可以成形喔 但這邊不轉馬功的話 轉雙手劍兵要跟軍團兵打 應該算是勉強能打吧 真的是很勉強的那種 因為人家軍團兵有地下蓄氣傷害 而且造價也很便宜喔 血量上來說也比雙手劍兵還要好 所以即使有自己的血液雙手劍兵喔 可能也不是一個 非常關鍵的轉折 單位吧 可能真的要轉馬功喔 才有機會喔 好 這時候MBL打出了GG 哇 果然撐不住了 這裡要轉的兵實在是太多 然後這邊常見兵伸上去也沒有未來 軍團兵一出來之後 也沒有辦法扛得住軍團兵的大量 暴兵進來衝進來 衝進來之後就完全沒希望 那MBL這邊喔 這邊GG也是打的實際也算不錯吧 有算是做到非常努力的這個挽回喔 但是也沒有辦法 羅馬人的後期喔 經濟戰太好了 這裡怎麼騷擾 也沒有傷到重傷喔 好 來看一下 羅馬人這邊經濟喔 全贏阿 那就說為什麼羅馬人喔 前期這個加乘效果沒有那麼明顯喔 但是到了後期喔 真的很誇張 前期覺得還好 因為前期有比他 比羅馬人更好的文明喔 經濟更好的文明喔 經濟更好的文明有很多 但是到了後期喔 要比羅馬人更好的喔 其實不再多數喔 算是很少數的吧 那羅馬人後期真的是用大量的資源喔 去把MBL給淹了過去喔 真的沒有辦法 那MBL這邊的最大問題喔 應該就是他輪手技術跟手推抽 補的比較偏慢一點喔 如果他即使沒有要上帝王時代的話 可能至少也要大概 36分鐘左右補一下吧 或是40分這裡補 這樣經濟才不會落後太多喔 畢竟人家是在封堅時代的時候 就補了一個輪手喔 這個時間差距喔 就知道有多誇張 這個明顯程度 就知道這個經濟科技 是多麼的重要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請記得訂閱 請記得訂閱 小鈴鐺 請訂閱 按讚 訂閱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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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讚